各位好,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的5月21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三,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都会有小幅度的下降 奥克兰明天将会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12度 首都惠灵对于明天是晴朗天气,气温是10到15度 哈密尔顿明天是多云有阵雨天气,8到17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是多云天气,气温在5到17度之间 皇后镇明天是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只有4度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昨天,新西兰副总理Winston Peters表示 联合政府正在考虑养老金制度改革,延长领取养老金所需的居住年限 媒体人Danken Garner今天撰文发表了他的看法 题目是为什么要给移民发养老金 Danken在文章里表示,每一个新西兰人65岁的时候都可以得到养老金 如果一个人住每两周大约是有800纽币 如果是一对夫妻,两个人每两周大概是1300纽币 而且呢,必须是在新西兰住满10年 至少5年是在50岁以后居住的 Danken说,看清楚了,你不能指望在舒舒服服的环游世界之后呢 在回到新西兰的第一天就开始领取养老金 内阁正在考虑对新西兰居住的外国移民领取养老金的资格进行审查 那么他还表示,移民只需要在这里住满10年 他们不需要工作,只需要住在这里 10年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他说,这实在是太慷慨了 不仅慷慨,而且愚蠢 他还表示,新西兰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照顾自己人的钱也只是刚刚够 却把那些钱塞给那些在婴儿潮时代出生的外国人 让他们可以来到新西兰退休,享受生活 顺便嘲讽我们的慷慨 那么这篇文章一经发出呢 肯定是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很多人表示有共鸣 当然也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他这样的观点 不知道我们的观众朋友对此做何感想呢 好,接下来关注下一条新闻,也是和养老金有关 有迹象表明,新西兰KVCV改革 在65岁以上群体的这个条款改革上 总理和副总理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意见 在目前KVCV的政策当中 一名老人到了退休的年纪 即使他们继续工作 他们的雇主也不再需要向他们的KVCV基金去缴费了 昨天,新西兰副总理Winston Peters 和老年事务部长Tracy Martin出席了灰色力量的活动 这是一个老年人的权益组织 那么他们当场宣布将会投资800多万纽币 用于改造Super Gold Card网站 还会开发一款新的应用程序 用于扶持老年人的数码扫盲培训项目 那么在声明当中 老年事务部长Tracy Martin就强调 65岁以上的劳动力非常重要 他们表示,我们越来越需要这些老年人继续从事有偿工作 当然前提是他们愿意 我们不能失去这120万劳动大军 北岛Harawanna地区的灰色力量组织的主席 Terry Hesman在退休后就被反聘继续工作 而他发现他的雇主和政府都取消了对他的QVC基金的缴费 他说当你年满65岁的时候 雇主2%的缴费就停止了 政府应缴纳的部分也停止了 他说他可以继续支付自己的那一部分 但是却没有得到政府和雇主应该支付的那2% 所以这位人士就认为这是年纪歧视 而新西兰副总理Winston Peters同意他的说法 认为这样是不对的 并且副总理也表示内阁正在研究这一事项 但是新西兰总理杰辛达尔顿在美洲媒体例会上 是拒绝证实这一点 他告诉媒体记者他不会揣测政策会如何改革 但他也表示Winston Peters只是重申优先党的政策而已 尽管副总理Winston Peters已经是信誓旦旦的告诉公众 内阁正在研究这一问题 而总理却拒绝证实 新西兰权力巅峰的这两人对KVCV改革的风口不一致 引起了大家的猜测 好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尔顿表示 今天重开派克河矿难现场 是对遇难者家属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举动 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还需要好几个月来做工作 重开派克河矿难现场原定是数周前要进行的 但是因为矿下气体出现不可预测的波动 出于安全考量被推迟 昨天有关方面宣布现场将会在今天重开 总理指出安全仍然是第一要务 遇难者家属也非常理解这一点 对他们的耐心 总理表示了感激 派克河矿难重开事务的首席执行官David Graham 确认重开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包括切割水泥封锁 以及给矿井钻孔 除非又有意外情况出现 重开将会如期进行 遇难者家属将可以在现场见证重开的一瞬间 看到第一批工作人员进入矿井 根据了解重开现场不会对媒体开放 派克河矿难现场重开 预计将会耗资3600万牛币 有关方面希望重开能够找到矿难发生的原因 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 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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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